自在丽亭申的车上,被丽亭申伤到,梁旭儿一段时间,很少再出现在丽亭申面前,叶青秋还是那样,有理由没理由,在丽亭申的眼前晃来晃去。 丽亭申不是在学校学习,就是在公司学习。 叶剑云后来,也带着他开始参与公司大大小小的会议。 一年的时间,丽亭申已经可以完全接手立家的公司,一直到大学第四年。 叶剑云才把公司弦弦交到他手上,两年多的时间,很多事情都随着时间在改变。 梁旭儿因为跳级,成绩多少欠缺,最后靠艺术加分冲上了梯大。 叶青秋自然是铲着丽亭申给他补课,最后超出分数线30分,也成功考上了梯大。 叶剑云为此很是吃惊,他的女儿学习不可能这么优秀,论叶青秋学习为何这么优秀, 只因他考前跟丽亭申要了一个条件,如果他成功考上梯大,丽亭申需要满足他一个愿望。 当时,他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丽亭申会答应。 最后,他点头答应的时候,他自己都愣了好久。 那个时候面临高考,心情的确是很烦躁的。 可他也不认为,丽亭申会为了安抚他而答应他,他跟他再三确认过。 你确定,不管什么愿望,你都会答应? 他那个时候,正在办公桌前看文件,头都没抬,声音冷淡。 看来我刚刚的答案,并不是你想要的。 这话,轻描淡写就给了他足够的威胁,他当即抬手制止。 好了,你可以闭嘴了,你刚刚的答案,就是我想要的。 这口气,显然是怕他再多说一句话,再来个反悔。 他难得当回人,突然赚到一个天大的福利,他当然不能因为他一句话,就又化为泡影。 于是就为了那一个承诺,叶清秋人生第二次超场发挥,终于考上了大学。 这一年,叶清秋十八岁,叶清秋想要什么,任何人都知道。 自然包括丽亭参,从叶清秋嘴里得知,丽亭参居然会答应他无条件的要求时,叶剑云没有任何意外。 仿佛丽亭参的反应,早在他的意料之中,叶清秋也没有想太多。 高考结束那天,叶清秋走出考场,意外发现,考场外输阴下的丽亭参。 他一身简单的黑裤白衬衣,闲散地倚在黑色的车身上,指尖夹着一根细长的烟,漫不经心地偶尔放在嘴边又拿下。 他的存在收获了不少眼光,考场外那么多家长围在门口,视线频频落在他的方向,却没有一个人上前主动跟他攀谈。 看起来很年轻,但却一身贵气,远远都能察觉到他冷冰冰的气场,和浑身弥漫的疏离感。 他的出现,无疑是让叶清秋格外开心的。 笔带早就被他丢在了考场里的垃圾桶,他双手空空地出来,看到力亭参拨开人群,直接冲着力亭参跑了过去。 他太过于显眼,无论是容貌,还是气质,或是性格,都过分地自由,放肆,张扬。 他朝他奔来,不用抬头,他都能感觉得到。 将手里只燃了一半的烟,眼碎丢在了地上,微微抬起头,一道光瞬间闪过,坚挺的鼻梁上夹着一副银色边框眼镜,将那双狭长漆黑的毛子遮住了些许,却更平添了几分斯文成数。 叶青秋身上,带着他独有的清香,长裙随着奔跑飘动着,一下子冲到了他的怀里,软香的身体扑了满怀,一双纤细的手臂紧紧圈着他的脖子,整个人几乎挂在他的身上,耳畔是他略带急促乱了节奏的呼吸声,连呼吸都透露着开心。